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,我是Ella 今天又來到畫玩教室的第二集 今天我們會畫櫻桃小丸子 櫻桃小丸子最近出了一個貓狗裝 我覺得牠們的貓狗裝非常有趣 所以今天這個主題就是畫櫻桃小丸子和小竹的貓狗裝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,Let's go 首先用圓筆起稿,可以用橢圓形來畫小竹的臉 由於小竹是穿狗裝,所以畫兩隻狗耳給牠 畫出狗的紋路,小竹的五官和頭髮 畫小竹的紋路,記得要符合狗的紋路 畫小竹的紋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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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記得要符合狗的紋路 ヾード Full 碎的紋路 前往小竹的紋路 穿狗的紋路 畫小竹ハッモ 畫小竹 一 он 盐额 1 了 1 了 分量 1 了 1 了 2 了 2,000 了 3 了 3 了 1,000 了 用0.5的marker筆勾线 用擦指甲擦走棉筆 上色盒的颜色 今次用木颜色上色 开盒的颜色 开盒的颜色 切瓶细的楼 在红柿上红柿后 切瓶细的颜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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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那我們的櫻桃小胭子和小鹿的貓狗裝就畫完了 不知道大家學會了畫這兩個卡文人物沒有呢 那其實老實說那句呢 這次畫的圖案就不是說相當之難 都算是簡單的一種 只不過我個人都很難是難再畫她的面型 即是畫小胭或者畫小胭子的頭型也是有點難度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 可能畫一些圓形或者桌圓附載一下 就可以大概知道她的面型是怎樣 就會方便了你自己畫一個圓形 可以畫得好一點 好了 那今天這條片就到此刻出啦 喜歡記得幫我按個讚啦 分享這條片出去啦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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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